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记得到最新神 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臭大事 宝质是玩意 彻底完蛋 最新消息来自于一众好哥们 什么非洲的 南亚的 集体发烂 像宝质 集体摊牌 就是钱钱 不还了 让我还钱 我跟台湾建交 哎呦喂啊 这个包子那是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这具体情况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求求看看分析分析 这个另外一头就是什么 这个四川 哎呦那是反了 这个四川这边这个大规模什么 断电 就其实不单止四川 全国各地只是四川成都最严重 啊 这个大火炉啊 这个温度高达多少 45度啊 那就真正的水深火热啊 啊那是完蛋了 另外一头就是这个一带一路 沦为一炸一路 你看这全线炸雷啊 中国给自己挖坑啊 席包子给自己挖坑啊 挖成一个债务陷阱 这债务陷阱不单止啊 这个南方国家掉进去了 中国啊也彻底完蛋了啊 所以这这个你看这国际上啊 这个一屁一屁股在啊 国内现在连连个空调都开不了啊 甚至说还第二大经济强国的 看来是第二大烂尾啊 烂尾国啊 另外一头啊 这个没想到啊 一个五千多亿的大雷啊 要爆炸了啊 大家赶紧回避 赶紧做好准备具体什么大雷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啊 还有关于外贸这一块啊 这个跟欧盟做生意这一块啊 这个这个海运指数 跌跌惨了跌惨了啊 暴跌冒跌超过一半啊 具体这个什么数字 还有最新的一些经济数据 我们结合起来探讨 就最后等一下告诉大家 就是经济还有民生 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搞搞什么 大国外交啊 彻底搞砸啊 彻底翻车啊 这个这个包子这个破玩意儿啊 这个习近平还赶紧下台吧 大概我们除了啊 这个这个我们一起去主要是详细 看看这些内容啊 来分析一下啊 那先说说这个一带一路沦为啊 一炸一路啊 一爆一路啊 这个最新情况啊 就来自于这个你 你没想到一个一个这个 我们一般老百姓觉得也不算大的一个国家 叫什么呢 尼泊尔海你没想到 刚刚成立一个月的啊 这个尼泊尔新政府啊 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啊 这个文章 我专门引用了一个小粉红五毛频道啊 这个这个他里面我们看得出来 这小粉红五毛啊 跳脚啊 他简直都他都气炸了 对吧 就就哎 你没想到啊 尼泊尔现在都没把中国当回事 知道吧 现在你看月来没把中国当回事 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现在跟中国干啊 我就干你中国 你菲律宾都不怕你中国 尼泊尔现在也不怕中国 你这台湾台北台湾比菲律宾啊 比尼泊尔强多了吧 啊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 还是各种实力是吧 你现在尼泊尔根本 你你说啊怕你中国吗啊 那个提出啊无理要求啊 希望啊中国能将一笔价值2.16亿美元的啊 这个机场建设贷款转为正款啊 将债务一笔勾销啊 一笔勾销啊 简单来说尼泊尔欠中国的钱啊 不还了啊不还了啊 这里提到这个2.16亿美元的贷款啊 啊是这个中国大陆啊 独裁政府啊啊一拍脑门啊 这习近平的这个这个文艺啊 给尼泊尔所谓啊修建这个 伯克拉国际机场啊提所提供的啊 该机场是什么这个中理所谓啊 这个一带一路合作重点项目啊 所以你看现在全是烂尾工厂啊 在去年一月份啊 这个投入市运营嘛 成为了这个尼泊尔一个现代化的机场 这个这个东西啊 这个当地根本就是没不堪重负啊 搞得当当地群众也是很恼火啊 所以早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 尼泊尔政府就突然对负责修建 该机场的中国企业发起调查啊 发起调查你看人家也是一套一套的啊 理由就是该企业夸大了项目的修建成本 哦原来由此你看中国那些东西都是一盘烂账 他自己那个项目根本用不了2.16亿 可能就是用了几千万 搞得很大 那这搞得很大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中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个 构成的一个债务陷阱啊 中国给全世界带来的都是衰退啊 所以习包习包子这个玩意 中国给全全球南方国家输出贫困啊 输出衰退啊 输出这个就失业啊 输出债务啊 那个给给北方国家带来带来这个独裁啊 但这个这个冲击啊 这带来麻烦带来通胀 所以中国基本上就没可以怎么讲 最近最近十年说这个尤其是习近平政权以来 没有给全球带来任何正面作用啊 整整整个就是一个这个负面作用啊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皮优民意研究啊 也是说啊这个现在全世界啊对中国负面印象啊 那是极具攀升啊 这个也是成正比的 里面呢不单止这个中国其实是夸大了这个工程的这个建设成本 你本来两千多万你搞了两个多亿 把这个两个多亿债务扣到我尼泊河头上 你你不会害人吗 你真正的麻烦你来你来援助就援助 你不会搞那么多东西 你看当年日本日本在中国援助 你看就搞得很好啊 质量也不过关的北京一号线地铁又是日本人建的 宝山钢铁现在仍然是全全中国 最好的钢铁厂 人家援助你看干干十事啊 从来没中国那么多幺蛾子啊 有这个日本在在东南亚 在在很多地方也搞也搞原件 人家你美国在全球也有原件啊 哪有中国那么多乱子呢 不单止成本虚高 这个可能有官员贪污啊等等等等的问题很多了啊 还有就工程质量也有问题 那个机场三天两头也坏 一个到时候都有断电啊 根本呢啊 就是导致尼泊尔为该项目付出了这个多余的这个成本啊 所以现在就就发烂了 那个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 不是说就不想还钱 中国这个东西要省计 你一省计出来你这个机场明明建了两千多万 你给我搞你搞两两个多亿美元的这个债务 你说这是你中国来干嘛 你不知道来害害尼泊尔群众吗 这这些钱最后的尼泊尔群众还的哦 是不是啊 那个你中国你还一带一路 你还合作呢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当地也不不吃中国这一套啊 所以这个这之后尼泊尔啊 这个反而啊 不单止你说给给中国什么听中国的啊 还向中国提出要求啊 今年三月份尼泊尔这个副总理啊 兼外交部长啊 斯雷斯特斯塔啊 来华访问之前啊 再次放话啊 要求啊 要求中方进行协商啊 免除一部分尼泊尔负债啊 这个确实确实也还不抢啊 啊 所以就就提出这个东西 你说细胞不吃不了兜肉吗 他搞这么大的东西 钱也没挣着 现在现在不单止是这样吗 啊 我们很明显看到你比如这个尼泊尔政坛啊 再一次这个也也是赶潮换代啊 这个很多很多地方也是这样 尼泊尔也是这样啊 一个亲印度的尼泊尔大会党啊 啊大会党掌握了这个这个权力之后 你看掌握权力啊 要求中国免除债务仪式上更加猖狂 哈哈哈 你看这想问什么吗 我很很很气愤是吧 更加猖狂是吧 啊就是 就是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实话实说 你你中国还还借选台湾 连这个连马英九都不听他 那个还借选 你看尼泊尔就尼泊尔这么小一个这个边陲小国 这个在在在在在中国边上 在内陆的一个一个 这个可以讲 这还是相对欠发达一个一个这么一个国家 中国都嫩不明白呢 可见他里面 他可以有亲印度的一个一个政权上台 也有可能是一个亲中的政权上台 你说中国有没有戒选 他肯定有了 但是连离博他都搞不定啊 他还借选台湾 他还借选啊日本 就想借选的南韩啊 西方南韩上来一个亲中的啊 他现在整天那个也攻击那个尹西日啊 因为尹西日是亲美的亲日的是吧 这个攻击民进党所有都这样 韩国也这样 台湾这个美国也这样 所以他到处借选 那个借选成功不成功啊 上来上来那个川普搞搞搞失联啊 一样怼怼怼爆中国 是不是啊 换换的一个拜登啊 那个也以为拜 拜登上台有个亲亲的 谁跟你亲中国 你看拜登不一一样联合盟友搞的 他这个很不舒服 是不是啊 所以就一个一个让他搞搞半天归根到底什么 中国这东西不合理啊 不合理啊 然后人家毕竟都是要听老百姓的 都是要听选票的当地就你看尼泊尔的民主化程度啊 都是中国的天花板 你看尼泊尔你看我这个就因为中国的这个债务陷阱 他当地能够去正确的啊 选对的人啊 走对的路啊 这个你看选出了一个一个一个亲印度 你看印度然然升起 中国一直衰退 你看人人家这个就靠拢印度啊 是不是啊 所以所以对于中国这个你看这 人人家就就摊牌啊 给老百姓创造利益啊 尼泊尔优先啊 尼泊尔第一政党 是不是啊 所以就就你看他全球的就中国最差劲 可以这么讲 中国人有本事赶紧推翻中国共产党 就没问题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黄俄伪政权了 他我们多次强调 所以这个反而说回对中国的这个灾难性的影响啊 这个当然这个前外长啊 也是给中国放炮啊 敦促中国啊 敦促中国啊 不要引爆啊 这个尼泊尔的债务炸弹 威胁意味十分浓厚啊 如果你中国啊 但是这里面就就确实实话实说啊 这些小粉红无毛也说对啊 这里面他说呢 如果中国同意尼泊尔的要求 其他国家可能纷纷放效 引起连锁效应啊 这尼泊尔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你中国那些都是假的在 你搞两千多万的工程 你搞两个多一人 那人家不得事 人家可以第三方啊 找找个找个国际机构 进对中国的工程进行审计啊 那中就是什么 你发现中国那些都是通融减料 那个而且就有质量问题啊 现在你看到保质期没过 我们那个尼泊尔可没你们中国的那些啊 住房养老金哦 是不是啊 那我们这边那个你不合格你要负责哦 是不是啊 所以啊 在现在确实这个尼泊尔当地啊 也是总体亲印度啊 所以中国中国彻底完蛋啊 中国彻底完蛋啊 而且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啊 今天那个一大票的这个非洲哥们啊 来了北京啊 都什么 你以为来什么万万帮来朝这个包包子 他是这么想的啊 他活在平行世界不是万帮来朝 现在一大票非洲哥们来干嘛 全是来给习包子摊牌的 为那一大堆来中国 其实如果从实际角度 中国应该怎么一个一个谈 你想一大堆非洲国家就就就涌涌着上来 他他在习近平眼里面 这这是万帮来朝好像很威武啊 其实谈判角度来讲 你想一大堆非洲国家一起向他发烂 在这个债务讨论里面 中国处于劣势 如果一个一个谈 他可能还因为要探讨到这个债务的问题吗 全部你看我们非洲国家联合起来 就跟你个中国干啊 你中国能怎么样吗 尼泊都不怕他 你难道你为了那个讨回债务 你开个航空母舰过来 非洲摇摇摇万里过来讨债吗 这不可能吗 是不是啊 你过来过来 你有可能吗 这不可能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这个也不现实吗 那个里面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些国家都是不好投资的了 你比如就不说远了 就不说巴铁 巴铁来玩意 那什么解放军是不是啊 那个根本都 他自己也控制不了 当地政府就是亲中都没用 那些什么什么的百六支解放军 那些东西巴基斯坦政府自己都管不了 不是说每个国家都像中国这么好管的 所以就他这个东西从头到尾彻底失败了 现在你看 就在这里也是摊牌的 也摊牌集体 这整个非洲过来不还钱 你一炸一路炸翻 你包子小池塘 所以就这个情况 然后包子 他的想渗透这些国家都是不成功的 所以我们说了 他连渗透个尼泊尔他都没本质 所以他主要什么 包子这玩意主要能力不过关 能力不过关 现在为什么我们纷纷看到韩国上来一个对抗中国的 台湾上来一个对抗中国的 日本上来一个对中国也是鹰派的 肯定百分百 是不是 现在搞的美国两党没有一个跟中国好的 两党都是各种办法对付中国的 你说他彻底失败 习近平完蛋 就这么简单 他搞三搞四搞半天他都完蛋 他当初不说多了 所以另外一头你看国内日子过不下去 最新看到你看这成都不得了 45度高温 你说日子没法过 45度高温天天40多度 老人家有很多是受不了 很多都受不了 高血压的没法活 所以中国那个平均年龄跟着走下坡路 中国活不长 老百姓你看这这么这么搞下去 这空调都不给开 很多是吗 你看一家家私 当地一些大型的shopping mall 里面全屋灯黑火 还搞经济呢 这文言你看这整个shopping mall 什么河马生鲜全部黑呼呼 停车场全部黑 然后医院都没电 这个影响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 所以到处都没电 你说怎么搞 你也很多 就这样停 很多当地 所以你说有一些这个上呼吸机 老人家 在ICU 你说突然间医院没电 还第二大经济强 还给世界指名方向 那么还有搞搞三搞四年 你说这这文言 还有还有就是车展 你看成都车展 整个成都车展 很多就去车展 里面整个车展 哇热的不行 那个一个馈展中心里面 哇热热的 那整个车展 那黑乎乎乎的 因为不知道 你进去里面看什么 有的游客就进去 转了一圈 哇这个都都晕倒 搞得很不愉快 你说就这个 不单止成都 全国很多的这样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 就习近平这两年一拍脑门 就干干什么 你搞搞什么电动汽车 现在还要搞 搞什么公共交通的电动汽车 到处用电 中国又没电吧 那中国又没电 因为中国都发电的煤炭进口 你看搞半天 不也是从澳洲进口吗 是吧 中国那个煤炭没用的 中国那个煤炭质量不好 就有是有就像那个米 你说好吃的米 那个跟那个不好吃的米 那个油不能解决问题 有时候那个油这个质量很差 是不是 那根根本不能 那水 那个水 那个水都是不干净的 是吧 龙腹山泉都都是水龙头 都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水 天然水 他说龙腹山泉就就往那个山里面 那个水库随便打一点水 都都是不过都是什么含量 都是超标的 按照人家香港的标准 你说就就这样都是乱搞的 这个就里面很重要 一个就一个一个是这个中 主要是什么主要还是这个这个电动汽车 那这个大跃进 你说中国经济整个都衰退啊 整个都衰退 你说现在怎么会没电呢 是不是啊 你说你说这工厂都关了 关了这么多工厂怎么反过来没电 怎么可能呢 你说 是不是啊 那当然那个气候啊 气候确实比较热 气候确实比较热 人家的国家都没问题啊 是不是啊 怎么怎么就中国有这个问题啊 是啊 里面更更有胜责啊 这个群众举报啊 那些什么领导啊 关在办公室里面 他们领导可好 领导就开开开开空调啊 开到23度 老百姓不让开啊 shopping mall不让开 你说这个领导办公室 你开开空调有经济效益没有 那个shopping mall 你应该让群众的shopping mall 你是真的是就就中国这么这么这么差劲啊 所以就是就以现在好了 这个电动汽车也限电 我就发出来那个短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也是限电 那电动车都不给充 因为没电 所以你也充过 有时候的搞搞的开个电动车 开的很辛苦 有些群众要晚上12点过去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他每天有限额 搞的现在充电不单止没这个没钱 那个搞是搞限额限电 搞的那个电动车也充不上电的车也开不动 哎呦 所以你说这这就是习近平搞出来的到处都是问题 你看这一炸一路也是到处都是问题 这个电动汽车啊这个限电问题的过这么多年了 现在的你看老百姓是这个烧平坡停电 那就是你说工厂有没有影响 我不知道哦 那是可能工厂也是限电停电 你说大停电的拉闸限电 你看就又来了 是不是啊 你说中国这不回到原始社会吗 是不是啊 那另外一头确实这个这个经济又来又差了 今天看到啊 有缘爆料了啊 就说到什么 比亚迪亚完蛋了 说比亚迪亚负债5228亿 啊 负债5000多亿1万个亿了 那恒大好歹 那你像那个搞搞了一点路 搞搞了一点这个 这个你是烂尾楼也有一点烂尾楼 你说比亚迪这文艺连恒大都不如 我就绝对不好听说就不好听的 比亚迪最后胜啥呀 这个文艺你说恒大那个可以拍灾难片 比亚迪这个破东西 最后比亚迪就是浪费全中国老百姓的钱啊 然后 听说啊比亚迪这这什么走出去那些就有很多洗钱洗出去 所以比亚迪这个东西最后就是搞砸 那这整个整个中国就业受影响 就是那个冲的 现在你看电路也也也限电也没电 是不是啊 就就就这么就这么弄的呗 所以这个东西一炸雷啊 影响不业不亚迪恒大啊 这个或者说比恒大更麻烦 留下来那些电池这个对土壤的污染呢 那这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有网民提出啊 现在这个世界第二大军事大国啊 这个俄罗斯丢盔弃甲啊 你看俄罗斯完蛋 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砸锅卖铁啊 横批百年未有之大骗局啊 就你看第二大军事大国完蛋 第二大经济大国完蛋啊 里面也提到一个最新的经济数据啊 跌懵了 今天啊 就今天是9月12号早上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啊 就欧洲这一条这个运货的 这个物流指数啊 暴跌8.77% 一度跌破10% 跌到2000点 2000点 然后就是这个欧运指数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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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2000点啥意思啊 之前5000点啊 7月份的时候5000点 也就仅仅两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时间跌超过50% 5000点跌到2000点 你看就就不止一半 不止一半 所以就暴跌啊 崩盘 两个月就崩了60% 你说这不崩盘 啥叫崩盘啊 这就崩盘啊 里面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那就是中国经济完蛋呗 现在出口欧洲没没不需要运力呗 这次出口欧洲没有物流呗 另外一头我们看到无论是欧元区的7月份 PMI 还是韩国啊 我们看到韩国相当给力啊 韩国8月份PMI 人家韩国啊51.9啊 越来越好啊 韩国出口持续增长 韩国连续十一个月增长出口 人家都是很好 全球都很好 就中国差 为什么 就就中国提出国际体系吗 脱钩吧 人家跟跟韩国采购 跟日本采购 因为日本创 创历史新高 芯片人家不给他提供了 我们看到最新那个荷兰 荷兰阿斯麦 阿斯麦提出 荷兰政府提出来 不要给中国搞了什么光刻机了 不要给他维修 卖的很早就不要卖了 不要给他维修 维修就不要给他维修 就让他用不了 全面制裁技术 全面封锁境界 中国还还做还支持俄罗斯 看了看他怎么完蛋 所以你看民不聊生 一盘烂炸 细胞是完蛋 先说那么多 绝对不错 打开小铃铛